大家好,歡迎來到力哥生活頻道 我有好幾年都未來過新加坡 今次有機會過來新加坡做幾日 當然是看看是甚麼好玩 我發現新加坡旅遊局在做的推廣 新加坡 Verox 所有來新加坡旅客 都可以選擇一個免費自選活動 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而我選擇了新加坡歷史單車之旅 現在在新加坡基本上所有公共交通工具 都接受信用卡付款 現在來新加坡真的不用搶波子 帶一張信用卡就可以了 現在下巴士 都在走這個Block 462 這裏就是新加坡的馬路 那些人都很守規矩 一定要錄公仔小客 還有現在只剩20秒 就可以過這條馬路 集合地點 就不是在市區 都要乘一程巴士 去到一個 類似一個屋邨的地方 集合 應該在這裏附近 在這裏附近 門口已經有很多單車 很多人在等著出發 去這個單車團 這裏就叫做 Let's go tour 新加坡 是在新加坡最好的回教址 好玩 1 4 8 8 6 好快 第一站就來到這個新加坡最漂亮的回教址 這裏應該是新加坡最大的回教址 這裏有很多不同的餐廳 環境都十分之美 但記住這裏是回教的地方 所以餐廳是不會賣走給你 你是不是見到我們在新加坡 可以在行人路上踩單車呢? 原來在新加坡 行人和單車可以互用道路 只需要單車讓行人 和靠左手邊就可以了 連過馬路都可以踩單車 好了,現在又停了這裏 這裏可以拍照,很漂亮 這裏兩旁都很有特色 其實我來幾次新加坡都沒有來這裏 這裏聽說剛才有一間清真寺 很多回教圖 這裏有很多食肆 都有很多舊的建築物 都有遊客的感覺 全部都是遊客 這裏原來都有很多不同的單車tour 我今天報名的是免費的 星加坡旅遊局贊助 這裏應該有其他不同角色局型的單車團 大家不妨自己找找 但如果現在來新加坡 最好就跟我的方法 免費了 上網頁登記 就可以選一個自選活動 跟著來到這個新加坡 這個Raffle Hotel Hotel應該是全新加坡最有錢人住的Hotel 很貴的 全部都是Benz 沒有別的車 這個商場都很特別 居然可以讓他們在這裏踩單車進來 現在就踩完單車進來 就拍在這裏休息一下 一邊休息一下 然後就到下一個景點 原來車可以是早上7點到早上10點 就踩單車進來 其他時間就不可以 這裡還提供一些設施 給大家在這裏維修單車 還有還可以免費沖個花灑一涼 除了泰國很美麗之外 新加坡也很美麗 居然有花灑可以洗澡 但原來都要開Apps 入了這個會才可以 給這個CAPISTAR member 應該是這個商場的會員才可以 現在來到這個位置 前面有一個草地 前面有一個草地 上面有些很美麗的大廈 PARTWARE COLLECTION 這個草地非常美 剛才導遊說前面的位置 是現在新加坡唯一地方 可以做這個POTEST 即是示威那些 現在來到這個唐人加也 牛車水的位置 剛好下雨 幸好有雨傘 好大雨傘 這裡是牛車水 上面有個熟食中心 這個行程還包含一間咖啡 和一間多士 這裡就是新加坡的熟食中心 或者叫Hocker Center Food Court 走了那麼久還未到我們要坐的位置 不知要走多遠呢 這個就是新加坡地道咖啡 COPY 好了現在先試試這個多士 很大層牛油 這裡就是唐人加也 前面就是牛車水大廈 現在我們小休之後 去完洗手間 準備再出發 繼續踩灘傘之旅 現在我們來到這個新加坡的核心商業區 這裡除了商業區之外 在這條街上面 在晚上其實是一個沙爹街 是非常熱鬧的 現在我們來到這個位置 就是這個新加坡的核心商業區 在波河附近 應該可以叫做Kaki 是不是呢 兩岸對面有很多 食肆、餐廳、酒吧 晚上這裡 應該是非常旺 很多外國人 很多外國人 喝啤酒 這裡就叫做ACM 亞洲文化博物館 我聽一個外籍團友說 他有來過這裡 他說裡面非常多東西看 我如果有機會 下次再來新加坡的話 我一定要來這裡看看才行 三個多小時 四個小時的單車旅程已經結束了 現在回到單車站 還回單車和結束行程 踩完單車 在附近就見到這間餐廳 叫做簡單cafe 我先進去試試試 試試一杯咖啡可以嗎 都不錯 好香 接著就試一個bago 這個bago 就是creme cheese 很多creme cheese 試試看 creme cheese都很軟熟 試一下麵包 這個麵包外面那一層是硬的 裡面都軟弱 咬下去的口感都不錯 這個creme cheese的bago 再加上一杯冷的美式咖啡 就需要13.2的波子 大約港幣就是70多元 其實價錢都不是很便宜的 那好吧 節目做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記住訂閱和按LIKE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